环顾四周,我看到很多草原和绿地,虽然你提到干旱,但这里似乎恢复得不错。 只有在国家公园里是这样,开车离开公园十公里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。 草原和绿地只出现在国家公园里,因为这里是保护区,但是国家公园之外的草地被过度放牧,出现了土地退化的现象。 泉水几乎枯竭了,让大象没水可喝,为了寻找水源,大象必须持续前进,继续移动,无法止步。 动物它们并没有任何的资源。 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人类,双方对于空间的需求越来越高,因此每当野生动物离开国家公园,就会发生人类和大象的冲突。 我们还有盗猎的事件发生,而且盗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原因是很多人因为干旱而失去了牲畜。 如果因为干旱失去牲畜的话,表示它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。 目前市场对象牙的需求非常高,因此会把那些人完全推向非法的活动,好比盗猎。 所以说盗猎与气候变迁有直接的关联。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,在非洲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头大象? 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。 目前非洲剩下四十万到五十万头的大象,但如果我们不非常地努力,那么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大部分的大象会消失。 但那是几千年后的事了。 错了,不用几千年。 那么也要几百年。 不,连几百年都不用,只需要十到十五年。 别闹了。 每年高达三万到三万五千头大象消失。 没错,这就是我们每年失去的数量。 我们每年失去三万到三万五千头大象。 每年,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,那么大象在非洲将不复见。 而且不是只有大象而已。 以前在安博赛历曾经有一万头的犀牛,今天却一头也不剩。 什么? 安博赛历国家公园的犀牛一头也不剩,它们几乎绝种了。 河马呢? 河马的数量并不乐观,因为河马非常依赖水。 如果我们继续经历平凡的干旱,河马就不可能存活,它们会死于过热。 河马也在消失吗? 河马也在消失,几乎所有的物种都在消失。 是指大型的哺乳动物,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型野生动物。 对,它们都会消失,一头也不剩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,而且不是一场小危机,而是重大的危机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作用。 但许多人否认气候变迁,他们不相信,不接受这种说法。 任何否认气候变迁的人,无论是何种程度的否认,我都会建议让他们来这里一趟。 让他们来安博赛利,我会亲自带他们参观一些我们曾经有水的地方。 在十年前,十五年前,我们也曾经有过充足的草原,而今却一点也不剩了。 我想让全世界明白,气候变迁正在发生,而且发生在这里。 如果要改善现状,就必须承担责任。 无论是安博赛利的马赛人,或是在纽约的美国人,这是我们的责任。